大家好,我们是骑马横跨中国的夫妻 我们去年4月份从新疆一离出发 目击地是福建泉州 现在已经走到了湖北 走完了一大半了 我们计划用两年的时间 完成这次将近8000公里的旅行 那去年我跟我老婆商量 就是我们想着借这个机会 我们去新疆玩一下 然后顺便这么去试一下 骑着马走 只要商量了很久 准备了半年多 我们路过湖北实验 就有前不招生后不招殿 但一天根本就没有挣了八斤吃 就都是泡面吃回来的 有点滴血糖了 眼睛发昏 然后旁边那个放牛的一个老大爷 老大娘老大爷 我们就跟他商量 我就说能不能 就是没东西吃饭 能不能到你家吃 然后他们 他们就把我们给邀请到家里去吃了 跟我们做了好多菜 还拿了好几种酒 路上吃了这么多的苦 回到家里 平常的一天 躺在床上有热水洗澡 然后吃着家常菜 都会觉得是很幸福的事 会更加珍惜未来平常普通的生活 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